行政院长毛智国今天出席 台湾儿童医疗贡献奖颁奖典礼 对于昨日宁破发生强症 毛院长表示说除了哀悼与关心之外 台湾政府及民间方面 会尽最大的可能给予协助及资源 对这个事件 我们政府跟民间会在可能范围之内 我们尽量协助他们救灾跟重建的工作 谢谢 台湾儿童医疗贡献奖今年迈入第六届 除了表扬对于儿童医疗工作 努力不懈的人员外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鼓励更多心血投入儿童医疗领域 后办终身贡献奖的宋维春医师表示说 他目前能在第一线看诊 希望终身为儿童医疗付出 在那个场合我体会到 从预防医学的角色 我们关注到所有儿童的身心灵 结合在一起的健康 另外毛智国院长也在致辞中提到 台湾儿童医疗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政府及民间将会继续推动相关政策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 我们的儿童医疗在几步上 确实有需要再加强的地方 那我们希望因为几步偏低 造成我们医师的人才的流失 很多医院造不到小科医师 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再努力 未来在儿童医疗资源分配上面 以及研究机构在台湾未接是否能够提升 都将值得去关注的议题 台湾情报记者张雨萱 林桑宇台北报导